2023年5月10日,天舟6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它不仅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于发展阶段首次发射的飞船,也是改进型货运飞船的首发船,同时也是天舟6号和天舟11号组批生产的首艘货运飞船,集齐了三个首次的天舟6号有核亮点,让我们用一组数字来深入解读本次任务。 在空间站应用于发展阶段,货运飞船系统将全密封货运飞船拓展为八个驻箱的标准型和四个驻箱的改进型两种状态,根据空间站补加推进器上行需求引火选用。 改进型全密封货运飞船,拓展了全密封货运飞船行徒,提高了密封舱货物装载能力,作为改进型货运飞船的首发船,天舟6号以天舟5号为基线自行了改进。 首次采用改进型全密封四个驻箱状态,将原非密封的后追段更改为密封舱,以扩大密封舱装载空间,提高密封舱货物上行能力。 取消了一层驻箱,原后追段舱内设备调整至推进舱,改进后,整船物资装载能力由6.9吨提高至7.4吨,上行载货比由0.51提高至0.53。 形象地说,作为一艘货运飞船,其硬核能力、货物装载能力显著提升,首次突破了7吨,是一艘吨位更高的货船。 本次任务,天舟6号货运飞船携带了航天员生活物资,装载货物200余件,运输物资总重约5.8吨,同时搭载了多项载货。 天舟6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未来,天舟6号货运飞船将长期承担空间战物资保障、载轨支持和空间科学实验的任务,让我们一同期待它更多更精彩的高光时刻。